施工中的高楼大厦顶楼材料因为地震一晃就往下掉落了 也有部分建筑墙壁崩塌 还有大石头滑落到马路旁边 有一所学校大约30名学生因为恐慌出现了呼吸困难接受治疗 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会向受影响的社区提供必要援助